中文字幕 李宗盛 身为一个运动员 我很了解自己的身体 我训练时会强调到一会儿 确度全部强调到一会儿 但听到身体 而且医生都讲我跟宝宝都健康 所以就OK 一出院我就每天下楼走一个钟 可是因为我是CSEC 所以我第三个星期 我就可以上我的脚车 在家每天骑 所以过了28天 我的宝宝 我才出来游泳 出来跑步跟搭脚车 可是跑步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起初先慢跑跟走路 半个钟 45分钟 一个钟慢慢来 因为最担心的是脚的enjoy 要慢慢又训练回了 伤口其实我没有什么困难的 因为对我来说 我动过脚的那个比较痛 我们有困难的 而且我的老公做工比较稳定 他可以在家做工 也是可以在晚上做工 所以我们就配合 两个就配合时间 他也是很早哭啦 所以听我朋友 那些比较experienced的朋友都讲 那一字比较 因为我是运动员 所以我相信在身体体系统 我一出了医院 我就聚集了一个癌症 所以幸好有他 他把我的 在医院我现在每三个钟 都在帮 因为我懂我要出去训练 所以他一定要习惯那个奶瓶 所以他就帮我 drag到六个钟 8个钟 现在就 每天只一次就够 我的目标大概是 把他味道对不对 我小学跟中学 是打羽毛球的 是每天都在递用 然后我一去波丽 就打算想去外面做了点递用 然后我就开始跑步 在我第三年的时候 就参加 学校的联储国 然后受了伤 所以要休息上个月 就去学游泳 take the impact off my legs 恢复了就开始做 游泳跟跑步的项目 然后在那边认识了很多说三项的朋友 就鼓励我买脚车 然后过后就开始做三项 然后当时新加坡有第一次举办的 那个Aviva Hapayama 然后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第一系列 然后就直接爱上了 Long Distance Triathlon 2014年我把全部的focus移动 做Full Time Training as a Tri-Flip 当时What made me make the decision 是我问了我的家人 问了我的老公 以前是我男朋友 我可以做职业嘛 所以他们就讲 如果你要就去做 我们会支持人 所以当时我是觉得 只要在我身边的那种比较重要的人同意 我就应该去做了 就算朋友这些都不觉得有前途 或者没有情状 我也是觉得无所谓 只要家人支持人 我就开心了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老公 因为他有肯定我过 如果有了孩子 我还可以追求我的梦想 还可以再做我的志愿动员 还有我的家人 现在有了宝宝 所以是对他们帮忙 他们都会来帮我 尝试要专注 那些东西 你能够控制 不过想想 什么可能会 或什么会 你甚至不知道 会发生 继续移动 一天在一旅 因为我是做三项天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去一个比赛 全部都是靠自己 这一集的提士 是我真的可以转移动 是 如果你要东西 你必须去做自我自身 去多数目 所以你都没有少计 然後你拿来 在 heart 更多欣賞 道德иц 这是 希望